有绞成快的候鸟 第一批的候鸟春运的先前部队已经抵达了黑龙江新凯湖 那今年新凯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北规候鸟数量有多少 我们来看看记者张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此时此刻呢 我就位于黑龙江七七密山市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园区之内 大家可以在我身后感受得到 虽然已经进入到三月底的重春时节 但是呢 北国之春户外的积雪还没有完全的消融 不过第一批北规候鸟的先前部队 它们已经抵达了新凯湖畔 那么它们将会在这里度过大概40天左右 非常惬意的时光 那么我们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 这两天我们是先后拍到了 包括像大雁 野鸭 卢瓷 苍鹿 东方白贯 丹顶鹤等等在内的几十种候鸟 不过呢 这些候鸟相较至于整个的候鸟大军来说 应该还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因为在整个抵达新凯湖的候鸟的种类 今年将会达到294种 数量将会超过200万只 那么这些候鸟它们会在新凯湖当地短暂的休息调整之后 补充食物和体力 然后呢 还会继续的北上出发 到更北的地方去度过清凉一下 那么这两天呢 我们在采访和拍摄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也有几处发现 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第一处啊 叫做良勤择目而期 是说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 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留在新凯湖 安家落户 比如说大家在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两个小家伙 他们的名字叫做银欧 也被当地人称为叫鸟鱼狼 那么现在呢 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通体是黑色羽毛 目光如举 长得像钩子一样嘴巴的鸟 叫做白尾海雕 它也是一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那么白尾海雕和银欧啊 它们都特别喜欢吃湖里的鱼 而这两年呢 在新凯湖当地也执行了非常严格的进步政策 所以鱼儿多了 水质更清澈了 那么银欧和白尾海雕 它们也会越发的愿意在这里棄息 第二处发现呢 是我们当地的科研工作者 对于候鸟的帮助和救助显得更加的精准和科学了 咱们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罐为例 在十年前的时候 全球的东方白罐野生种群的数量 一度下降到只有三千只 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当中 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为东方白罐修建了355处人工潮 那么有了舒适的家园之后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东方白罐它们的数量也恢复到了九千多只 而且大多都在中国繁衍生息 另外呢 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还可以通过给鸟儿佩戴还制的方式 能够让它们及时的掌握更加精确的迁徙路线 这样也能够制定更加精准的救助策略 那么同时呢 第三处发现啊 就是我们还注意到现在人与鸟之间和谐相处 彼此信任 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常态 那么对于当地的父老乡亲们来说 平常和候鸟相伴相生 互不打扰 在关键时刻出手相远 已经成为大家平时相处的常态 在这儿呢 也要想提醒 即将准备打算到全国各地去观看候鸟的朋友们 那如果说您要是对候鸟并不熟悉的话 请一定不要给它们投食 因为远观不打扰 相看两不厌 就是我们和候鸟之间 最最和谐融洽的相处方式